开会的时候 他就说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七年感应 四五年超美 他这份口号的就是叫得了比较 就是说不切实际 不符合科学规律 而且毛泽东在很多世界的场合 就认为 我们在快达两三年 也可以的 毛泽东是非常寂寞的字 但是不切实际 他这种做法就更加的 触动了很多中国 下下下下的这些人 所以在58年之后 就有了这种大远近 人民公社的做法 那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 当时也是主要就是 把这种所有的能力 故意把它集中起来 参力集中起来 来提高中国的这种不业随着 那把村村户户集中起来 我们大传来叫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八十年代才最终取消 他这种老百姓家里的锅 什么锅碗瓢本什么都不要了 然后大家到一个restaurant食堂去吃 有的食堂呢 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 那有的食堂小时呢 几百人三千人 而且呢 就是说你要跑好远去吃饭 对不对 很不方便 这是其他的不好的地方 那其二 这不好的地方呢 大家为了积极性 最主要的积极性 因为你吃东西 那时候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 自己这么便 然后有的时候 你做事情 大家是同工同好嘛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一起出工 然后一起做事情 那我就你对我 你对我让 那你多做一点 不少做一点 就出生了那些文明的积极性 那第三 它就破坏了这种经济回律 当时把这种文化调困之后 就是就像是土锅 把它积极起来 然后用土锅 变成钢铁 因为主要是钢铁是国家的一个 经济水准和工业水准的一个紧摇 对不对 那钢铁的产量越高 那么呢 就证明你的工业化水准越高 没想到这种链成钢 根本就没得用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极大的破坏了这个 中国的这种经济 所以在五九年的时候就很快就有召开了会议 召开了会议呢 就是屋上会议 在屋上会议呢 就是要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下面的这些员 像我们的华爱刘少奇 他们都有在下面去调查 调查回来 很多的这种将军和元帅 都调查回来 把真实的情况反应回来 反应回来就认为这种人民公社 和这种大跃进 它是不对的 要竟然敢证 纠正 那五九年就举例开这个会议 要纠正这个做法 这种做法叫做 就是左倾 那就是左倾的做法 就是冒进的做法 左倾冒进的做法 那这种做法呢 就是 但是由于彭德怀的一个尸体 又发生了改变 那彭德怀是一个性子非常急躁的一个元帅 彭德怀非常性子非常急躁 更是毛泽东的老乡都属于相谈的 跟毛泽东呢 就是一直关系比较好 甚至呢 因为方野人他们是比较同的 经常呢就是开玩笑 说一些出书的话 然后两个人发现警戒 很亲密 那当时彭德怀 调查完之后 他这种情况调查完之后呢 就写了一颗信 写一颗信啊 交给毛泽东 本来是一个死人陷阱 这个写信呢 因为方野人的读书 读的不多 这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他 是以他的自己的观点 告诉个秘书 秘书写判之后 其能同写 但没想到同写的那个人 把有德 有关的事情搞错 像其中有一句话 叫 有德有失 同写的这些作用 那中国文字有 拿着奥妙之处 你就要顺序颠倒一下 那种 谈意就变了 就严买之一就变了 有德有失 那么呢 你的视线 对 或者说你的这种观点呢 主要是放在读书方面 那有很多 成就 对不对 要有很多这种收获 过错的也有一些 但是成就占多数 你主要是干系的成就 他不是批评他的过错 然后反过来之后 那写了一个有事有得 就认为是失去的 这种过错的态度 所以这个信 可能毛泽东做 让毛泽东就极为倒入 那毛泽东就认为 我的这种做法 触发点是非常好的 中国上上下下 都是非常好的 中国好不容易 从1840年 的鸦片战争 就能够建成了一个国家 大家这种 一片好心 但是你还这样子 过多的批评 就是引起了他的满满 所以他就把这种信呢 就转发 转发给了这种公开号 就给了这种小组讨论 叫刘少吉啊 这种 刘少吉啊 像这个 城市很 登下平安等等都在看 看完之后 就糟糕 废议 就把这个文道台也架过来 让他们进行讨论 那大家看起来不知道毛总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不知道葫芦女汉是什么样 就老老实实就说出来 那说出来的就是 我们老是这种做法是对的 就是大跃进是不对的 是冒了这种冒进的行为 是左心的做法 我们应该纠正 最后毛总又再一次显现它是那种 就翻手为雨 覆手为雨的那种气魄 他就站出来 杨杨杀 讲他很长时间 他讲到动情的时候 他眼泪 就是眼睛里面都有点很累的 那下面的人一听 看到毛总动情呢 在一个毛总他个人唯一万好 确实没有人可以期待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风就好 马上维持一转 本来是要盘左 马上又转过来反右 又过来反右 就是反对 葫芦要打倒葫芦 那这时候葫芦呢就开始 就是下去了 慢慢的慢慢的 葫芦在1974年呢 就被就是没有很好的对待 就是逼死了 那就是毛总当年 犯下来的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过作 就是大距禁 大距禁的文字 那这个过作 犯了之后就是 紧接着就是三年大灾 对不对 那只好三年大灾 就五九年 到八年五九六五年 就是中国出现大旱灾 那死了很多人 那这个大旱灾 这种情况呢 其实光是自然灾害的情况 就是还有人口在里面 就是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好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对毛总的触动是很大的 然后后来就又再次发生了 这种政治方面的一个分歧 那也很多人就认为 应该进行纠正 进行纠正 那这种纠正的就是跟 跟大陆葫芦的做法是一个相近的 那这种要纠正这种做法呢 这种观点呢 就反过来被认为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 所以毛总呢 就决定来自 你可以讲洗脑也可以 就来自彻底化到里面 就说文化层次上面 来改变人的观点 来改变人的观念 让大家都相信 大家都占领的 那所以 决定来自 他当时的出发点 其实毛总的出发点 原来是可以讲 也不能讲他是怎么错 因为他当时也讲过 就乱他 他说有些人就提出毛 他会乱 毛总说乱 乱他个两 三年吧 没关系 大乱之后就要大胆治 这个出发点 他其实也是好 因为当时 就是有很多观点不同意 就是有很多纷争 好 但是没想到 后来 一开始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 他用了两个 就是不好 一个就是他的爱将林彪 还有一个他的老婆 将其 对 那这两个 其实他都是非常 就是私心非常重 大家知道 就是两个 不叫反革命集团 一个四五三集团 一个是林彪集团 确实他们就是为了 他就不像别的 就是为了 就是真正意义上 为了改造这个国家 发展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像林彪 但是出席这个路上会议的时候 他用的车 都是用专计 运到这个路上 都是那种 美国的车 防弹车 都是那种非常好的 所以牛只可以想念 那种 就是他的这种 出发点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那这个事情发展下去之后 就无法控制了 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控制 之所以没有控制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书 就知道 当时林彪 就算投机取巧 很快就取代了这个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 是可以想是被 那本是走资本学道路的一派 就是走资派 那毛泽东就打下去 对不对 那林彪 这个本来是第二排位第二的 这个刘少奇 一下子退到最后一位 你不要拿去取爱探机 那你不要拿去 经常 你毛泽东一起出席一些活动 那镜头呢 有毛泽东的时候 必然有紧随气候的 你不要 而且你不要叫的话 最响亮 就是那种 红宝书 带上号 就是毛泽一句话 你都没办法去 那这种话呢 就影响了毛泽东的一个警惕 毛泽东很紧急的 曾经的事项里面说过 他说我讲一万句 你们能够听到一句 听到几句的时候 他就是意识到林彪是有阴谋在里面 因为毛泽东自己本身就是对群属 非常了解 所以你怎么斗得过毛泽东 对不对 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 对 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 林彪呢 当时就是69年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就死去了 对不对 69年就死去了 所以当时开会 开会的时候呢 就决定重新设定纪念的时候 就是开会啊 就决定重新设立这个国家主席 那毛泽东就不站着呢 就设国家主席 林彪就要求设国家主席 那设国家主席 那谁来做呢 就让毛泽东来做 那毛泽东就两个主席 一个党主席 然后还有个国家主席 那副主席是 统治林彪 那所以林彪这种 司马昭之心啊 就是路人皆知 就是非常的明显 那毛泽东毫无疑问 一眼就看穿了 所以呢 那毛泽东坚决反对 毛泽东支持 那这个林彪支持 他下面的 他永顺了 当时这个 这个 这个空军 司令好 那 就这 就是这 指令他去 在这个会上面讲话 要设这个国家主席 被毛泽东移动 撑马 然后没人再敢 讲话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林彪就决定 提前发动 这个517 攻击机要 我们叫做 那517什么意思啊 就武装起因 呃 就林彪 以及他的儿子 林彪 他决定发动 发动 这种 沾的火球 那有多种的设想 就是 有导弹炸 啊 然后飞机炸 停录 然后通知 呃 经常喜欢做这个 停录嘛 船嘛 出去这个 巡视 啊 还有呢 就是派这种高级的这种 呃 军官 晋升 其实资产 或者 包中也不是小 对不对 他这种保密 就是是 多严密啊 所以在71年 包中 这个 在 呃 8月份的时候 他就接下来 8月下旬就开始南巡 到南方 像湖南湖北 然后江苏 然后还有广州这一带 巡视 他的目的 包中的目的 很理解 就是跟下面的 这个军区的领导 军政领导 打招呼 告诉你 你们好好跟我 老老实呆着 不要跟着这个 林彪一起搞鬼 就警告他们 就召集这种最高领导 地方最高的 同僵大力 要告诉他们 不要这样 忘了 呃 没有好过去吃 好 这一打招呼 林彪就知道消息 林彪知道消息呢 呃 要来暗示啊 包中 但是呢 包中 包非常激进 叫逃多了 那逃多了 包中就提前 就要比这个林彪的预想事件 提前回到了北京 啊 这个林彪 啊 都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 但吧 林彪啊 就 来不及准备 就马上出头了 就带着这个 他的儿子和老公啊 还几个亲手 就坐着北京要走了 那走的时候是他的女儿 这里边的女儿啊 这个 漏洞 然后呢 就是 报个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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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报个 这个 毛泽东 那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那天要下雨 你还这样 流下去 啊 要跑就好了 啊 这个 因为他是仓皇跑的 所以 来不及 就是 补给 油啊 油料补给 所以在这个 蒙古 外蒙古 到温度 就最急了 那这个林彪的事件 本来的林彪是毛泽东清定的这个接班人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常之大 啊 所以毛泽东呢 啊 当时对这种接班人的抗议啊 啊 就是 看谁 那后来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是王红柏的啊 我呢 因为在上海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啊 这个人也是非常怎么讲的就算与专营的一种小他没什么才采访啊 我又年轻没有资历 没有才华 然后呢 他凭借他这种就是去就是怎么样去去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动态 投其所好 叫毛泽东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啊 那毛泽东一听对不对一看人家每个人都这样子嘛对不对啊 同气身和气气 那你看到自己啊 跟自己观点接接着你 那这样我就会看着你相中的啊 这个人就这样子出来了 那毛泽东这个没有资历 呃 没有人服他 所以很快呢 这个毛泽东又后来又看着了相中的一个人就是华国锋 他有很多人说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孩子啊 说到这一次没有道理 那啊 华国锋呢 是在1959年啊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 就是1959年了 毛泽东就视察啊 回回这个湖南 扫山回扫山呢 这个华国锋当时是在相谈的地位书记啊 相谈的这个领导 那毛泽东回来的时候啊 他就要做朋友 对不对 那这回的时候 那毛泽东还跟他开玩笑 历史我的风不光啊 啊 你说我的风不光啊 然后这个跨国锋 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马上就脸的风不光 而且年轻嘛 对不对 啊 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接见他本来就有一些紧张 然后呢 又这么一说 然后就整个人就疯不得了 不好意思 那又不知道说什么话 啊 毛泽东就说 你是个老师 你死了老师